这么小的一只拿到手里也太可爱了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魔王 我的魔王与你分享 今天要和大家拆盒分享的就是 由抬头出品Coffer系列伊雷娜的睡衣 外包装整体是非常的精致小巧 内包装是上下盒的吸塑 在景品上包有一层防层色塑料薄膜 景品的规格和之间介绍的雷木初情相同 都是这么的小巧可爱 那景品的各处细节 我们从头部开始看起 伊雷娜温柔的笑容真的是超级治愈 在面箱的刻画上 五官的细节是十分的精致 面箱上还带有淡淡的红韵 整个面目都是消光的质感 头发的细节依旧是比较偏肉 但是在这个尺寸之下还是能够接受的 同样还是在透明零件的基础上进行的涂装 在末端是有着不太明显的渐变 面子上的小发甲是通过分色涂装进行的体现 在肌肤裸露的地方 摸上去貌似是有一层手感漆 摸上去手感不错 整体也都是消光质感 在手部隐约还可以看到指甲的细节 服饰的造型就是非常普通的奶白色睡衣 服饰上是有着压麻的纹理 这个质感看起来非常的逼真 随着身体的动视 在服饰上也是有着非常丰富且自然的医者刻画 肩膀上的肩带自然也是老肩巨滑 中间的粉红色宝带是独立分件 并且带有涂装 白皙的腿部和手臂一样都是消光的质感 合摸线处理的是非常好 几乎是看不到 双脚都是裸足的造型 在脚部的细节只能说我又可以了 屁股和大腿跟 这里为了照顾接地是做成了一个平面 这次景品当中居然附带了一个地台 地台是抹杀的紫色透明零件 上面印有魔法元素的华文图案 这可是当初雷姆出行都没有的待遇 那看完了本款景品的全部内容 最后我们来进行下总结 商品发售日期23年2月份全高12厘米 国内新货价格0.8张上下 本款是有国产盗版的 购买时一定要擦亮眼睛 总的来说就是一款普普通通的景品 在面向的刻画上是非常的不错 服饰的纹理细节也十分出彩 那除此之外也就没有其他可以夸的地方了 但是这么小的一个尺寸又这么可爱 叫人拿到手中很难不去心动 那以上就是本期魔玩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记得多多点赞 我是王王 如果有下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